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这里来介绍蓝金的系列商品 随着气候挑战和全球气候暖化的恶化 许多的材料开发商和研发者都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议题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会在这里的原因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内容包括蓝金纤维集团的介绍 天丝的故事,为什么天丝是一个环保的商品 天丝产品有什么优点,以及新的技术及新纤维的开发 大多数的人可能对蓝金集团并不熟悉 蓝金集团的总部是在奥地利的北部 奥地利是位在欧洲的正中心 它是充满着非常多漂亮的湖泊、山川以及河流 它以漂亮的自然景观而闻名 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国家盖工厂 必须要遵守非常高标准的法规 来保护漂亮的自然环境与景观 在画面的左边你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财报数字 这个是2021年的财部报表 在这边我想要强调两个数字 一个是投资investment 一个是R&D就是开发 这两个的数字加起来超过8.5亿欧元 这都是与环保科目相关的一些投资与开发 蓝金集团的其中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全球的一个网络 那目前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工厂 目前有六个工厂 包括在奥地利、在美国、在英国、在亚洲、在印尼、蓝金 以及最新的一个是在泰国 我们有许多的据点跟同事是在美国跟欧洲 那希望能够连接到全球的品牌跟通路商 那么同时我们也许多的据点跟同事呢 是在亚洲 那亚洲我们认为是最主要的供应链的国家 我们希望能跟我们的策略伙伴合作 开发更多的环保素材 蓝金的纤维全部都是从这个树木提炼出来的 从木材、木浆到纤维 蓝金公司是一个生产纤维的工厂公司 目前我们的纤维有三个主要的应用范围 包括纺织、布织布以及工业应用 蓝金公司目前可以同时生产三种不同的纤维素纤维 80年前我们生产了Viscus 而且设定了它的工业化标准 目前蓝金公司是以Ecovira这个全球独家注册的品牌名称 来行销由蓝金公司所生产的环保Viscus纤维 大概60年前我们开始生产Tensyl莫代尔纤维 它是以多次洗涤能够保持柔软并且持久的颜色而闻名 大概30年前我们开始生产天丝兰塞尔纤维 天丝兰塞尔纤维在今年2022年也是我们的30周年年轻 我们很开心也很喜悦的来跟你一起分享这个成就 目前蓝金纤维几乎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从纺织类包括的家房包括的衣着甚至于到携财 那么到布置布的领域包括了面膜啦 湿纸巾甚至于卫生棉等等 甚至于工业用的包裁啦或农业都可以见到蓝金纤维的足迹 我们希望能够不断的持续开发并且研发出 能够有利于全世界的环保素材 接下来呢我问大家介绍的是蓝金的品牌结构 事实上在蓝金集团有几个主要的旗舰品牌 天丝跟Eco Bureau这两个呢主要是应用在纺织的领域 包括了所谓的家房啊包括的衣着甚至于鞋子 Veosail这个是应用在布置布领域的品牌名称 在工业用部分我们还是使用Lensing为我们的品牌来行销全世界 更进一步来说到底什么是天丝呢 天丝其实是一个由蓝金集团全球独家注册的旗舰品牌名称 在这个Tencil旗舰品牌下有两个主要的这个产品线 第一个是Tencil Lysol 第二个是Tencil Model 在Tencil Lysol下面有目前有两个主要的技术 一个是Micro技术 一个就是Refuber就是我们说的月肥仙技术 那它主要的优点呢包括了植物来源可持续生产 然后还有它的很好的透气性跟轻浮性 那在Tencil Model纤维方面呢 它主要目前应用的技术包括Ecosoft EcoColor Micro跟Indigo Model Technology 那我事后会再讲到这些技术 那在主要的优点呢 也包括了是植物来源可以经过多次洗涤之后的颜色持久性跟持久的柔软性 那在这么多理解了Tencil品牌的意义之后呢 如果呢我们想要送你们小礼物上面有我们的品牌名称 那你会想要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 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投票 那我们会将这个纳入我们的考虑之中 那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聊聊到底什么是Tencil的环保性 为什么Tencil它是被视为一个环保的素材呢 其实所有的Tencil的原料都是取材 于有FFC或PFC认证的树林 也就是说它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可回收 可以重复使用的木材跟树林 而且呢它的取材不是来自于濒临绝种 也不是来自古老的树林 所有蓝金的纤维都是被第三方可信任单位认证 它是100%可生物分解以及可以堆肥的 不管是在河流土壤或是海洋中 所有蓝金的纤维都没有这种塑料这种液体 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它不相关 如果贵公司对于水资源这样的议题比较感兴趣呢 那我会推荐你来采用我们使用Equal Color的技术 所生产的纤维 那Equal Color这个技术呢 它其实是一个负责任的生产技术 那在制造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使用Spawn Dying的这样子的方法 将颜色深深的砍入在天丝木带尔的纤维当中 那使用Equal Color的纤维呢 它可以帮您在生产纺织品的过程当中 省相当多的水 它可以达到50%以上的节水 跟超过5%以上的能源的节约 正至于它可以帮助您减少碳排放 如果贵公司对于碳中和这样的液体感兴趣 那么我们会建议你采用我们的零碳天丝系列纤维 目前我们采取三个步骤 来达到碳中和的目标 第一个Reduce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采取高效能的生产方式 透过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的原料 并且透过不断开发的新技术 以达到持续减碳的目标 对外呢 我们希望跟我们的策略伙伴一起采取行动 以达到碳中和 第三呢 总有些地方真的没有办法完全做到零碳 那么我们就会去参加全球认证的减碳项目 就是offset的这样子的一个project 就是专案来达到碳中和 那蓝金纤维公司是世界上目前第一家生产纤维素纤维的公司 去设立所谓的science-based topic 就是科学减量目标来达到碳中和的一个公司 那目前我们的目标是设在2030年 我们能达到减碳50% 那我们的基础是根据2017年生产纤维的碳排为计算的基础 那么在2050年我们希望能达到碳中和的目标 如果贵公司对于循环经济有兴趣的话 那么我们会建议你采用我们用月飞仙 就是Refubra生产技术所生产的纤维 那什么是Refubra月飞仙生产技术呢 简单来说 它就是将回收的肺的棉花 并且融入到天丝纤维的生产的过程当中 那么就会变成一个新的原料 那这个月飞仙的技术事实上呢 它是给废弃物第二次生命 没有一样东西是被视为废弃物的 这个是循环经济的一个核心价值 一个废弃物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东西的新素材 它就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采用月飞仙的技术呢 它可以变成你强而有力的永续环保策略的一环 同时它也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方法 可以制造再生 并且是环保的新素材 这个也是满足未来消费者 对于材料的一个需求 透明的供应链这样的概念 是目前非常一个热门的话题 那蓝金集团有我们自己的纤维识别技术 那采用我们的纤维识别技术 也就是结合了我们现在的电子品牌认证系统 也就是e-branding system 加上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合作伙伴 它的可追踪技术是架构在区块链的技术上 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可追踪技术呢 它可以使我们的品牌商 供应商甚至于消费者 在终端产品里面可以很清楚 也比较简单的能够分辨出 到底什么是真正采用蓝金环保素材的一个产品 我们明白永续非常重要 也明白环保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也明白许多人 他也不想放弃原油这个材质的一个特性 那现在comfort舒适度是所有消费者里面 心目中第一名的需求 那么由于天丝它纤维天然的一个纤维特性 所以用天丝品牌纤维所制造出来的衣着混饰布料 它有一些舒适度的一些特性 包括了透气性 然后轻肤性 没有静电 甚至于它有很好的湿度管理功能跟保暖功能 然后也不容易衍生细菌 那么最重要是它可以穿久一点 那我们来谈谈是什么样的天丝品牌纤维的原生的特性 可以有这些舒适的特性呢 那么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到的是在显微镜底下 纤维的一个放大图 最左边呢是所谓的羊毛 就是毛类 中间是棉 然后再来是Polyester跟莱塞尔纤维 那可以很明显看到在毛类这块上面 它的纤维表面是比较相对的粗糙的 所以许多人如果穿羊毛的 百分之一毛羊毛的衣服 他容易觉得很痒 皮肤会痒 那天丝莱塞尔纤维因为它是取材于这个 可再生的或是可持续使用的 重复使用的木材 那加上它本身纤维表面非常光滑 所以它可以有提供更加的透气度 跟穿着的舒适度 还有轻浮性 那第二个画面也是从显微镜下看到的 蓝色的部分代表的是吸收水分的能力 所以蓝色越多表示吸湿能力越强 所以如果跟传统的棉跟这个锯质 Polyester比较出来 可以看到天丝是很多的蓝色 几乎都占满了整个天丝莱塞尔纤维 那棉就是中间一部分 那Polyester是外表 所以在这张画面你可以看到 所谓的吸湿能力天丝是相对比较好的 那所以也就是说它有比较好的湿气管理能力 在了解这些特性之后 就麻烦你们帮我一起票选 哪一些特性是你们觉得 是你们很好的卖点 甚至于是你所需要的 谢谢大家 那所有蓝金所研发出来的新的技术 都是有永续的目的跟理想在后面的 那接下来就为大家更新一些 新纤维的动向更新的技术 在月飞仙技术我们之前已经聊过了 那由于市场反应良好 所以我们有一些未来的展望 要跟大家这边分享 我们期待在2023年的时候呢 我会增加这个我们回收的这个费免程度 从30%提高到40% 那么我们也会将这个月飞仙技术 拓展到我们其他的纤维品项 包括Viscus跟莫代尔 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含量最少是 30%的这个回收纤维 那我们也期望这样的发展 2023年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 那在2025年之前 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呢 是我们希望能在Viscus Model跟莱塞维 这个短线内 我们能使用50%就是从消费者已经使用过的衣服 回收回来的这个回收的棉 而且能够达到一个商业化的一个程度 那再来下面为跟大家来谈一下TensorLux TensorLux是蓝金纤维目前为止 生产唯一的长纤的商品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的产品都是短纤类 所以它跟其他蓝金公司的产品一样 都是来自于有FFC或PFC认证的树林 甚至于我们采取的是可再生的木材的来源 那它是一个就是必锁性的生产流程 那在这个必锁性的生产流程里面 我们采取的这个容易呢 它是有99%可以回收并循环在使用的 同时它跟其他的蓝金纤维产品一样 都是可以被认证是可以100%生物分解 甚至于可以堆肥的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Clean EcoClean的这个技术 那简单来讲 它就是一个完全无律的一个生产技术 那由于它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呢 它跟传统的天色莫带尔纤维比较起来 采用EcoClean技术的这个莫带尔纤维 它所做出来的织品跟衣物都会相对比较柔软 那这个它同时也是可以帮助减碳的 接下来为大家带到的是Tencil Model Indigo Color Technology 我们之前谈到EcoColor的一个生产技术 那这个部分我们要强调的是Indigo 这个颜色的Tencil Model的纤维 那它有什么不同呢 事实上呢它是解决了许多传统牛仔 它必须经过的就是央带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公司在生产这类的纤维的时候 我们在纤维的部分都已经注入了Indigo的颜色 所以使用者呢就是它不需要经过传统的牛仔的央带的这个过程 因为纤维就直接有颜色了 那而且呢它可以使用一些高科技的比如说Ozone啊或是Laser的方式呢 来做到一个水洗的效果 那这也是因为有一个环保的考量 那同时它跟我们之前谈到的EcoColor技术一样 它可以省水并且节省能源 而且可以减碳 所以这也是蛮重要的 也很受欢迎的一个新的技术跟纤维 那接下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这个零碳天丝的一些动态 事实上呢自从我们在市场推出这个零碳天丝系列 至今已经一年左右 那在韩国我们已经有了Curbon Zero的一个俱乐部 零碳俱乐部 那在中国的内销市场上面也许多非常多的品牌 有目前超过26个品牌已经采取的天丝零碳纤维了 而且也获得蛮大的市场回响 那目前的天丝莱塞尔跟天丝莫代尔都有这个第三单位认证 目前是Climate Partner去认证它是 就是真的是一个零碳的一个流程生产的 那在于去年的9月 我们已经生产了天丝Refubra的Curbon Zero系列纤维 最后一个为大家带来的一个新纤维就叫Tencil Matte 简单讲就是它是雾光就是没有那么亮的 那也是因为很多牛仔的爱好者 他们尤其是做男生衬衫的时候 他们觉得一般传统的天丝牛太亮了 所以我们天丝这个雅光系列就是Matte就是不带那么亮的系列 那它是去年10月推出的 2022年对蓝金集团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年 除了今年是我们天丝30周年年轻之外 同时世界上最大的天丝莱塞尔工厂也正是三月在泰国开始营运了 在我简报的最后 我希望以泰国的影片能为大家做一个完美的结束 谢谢大家 Lenzsing is a well-established market leader, producing high quality wood-based cellulose fibers for customers around the globe. At Lenzsing, we stand for ecologically responsible production of specialty fibers which fulfill the increasing need of eco-friendly materials. As an innovation leader, Lenzsing is a partner of global textile and non-woven manufacturers, driving importan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for the entire industry. We are opening our state-of-the-art Tencel Lyocell Fiber Production Plant in Prachinburi, Thailand, where we will substantially increase our share of specialty fibers. The plant sets a new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Lyocell fibers as it is the largest site of its kind. This expansion underscores Lenzsing's commitment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the global textile industry. The selection of the plant site was based on its excellent infrastructure and sustainable biogenic energy supply. This leads to low CO2 emissions protecting our climate. Our new state-of-the-art Lyocell plant is an important step closer to our customers in the whole region. We strive for a better world using the renewable raw material wood, closed-loop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fully biodegradable products. Our commercial focus and our moral ideals define our strengths. So we are bringing all our know-how and knowledge to Thailand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 sustainable fiber producer and we do that transfer of technologies through all the certification, through all the and awareness not only with our employees but also with our partners. Why does what we do matter? Because we offer better fibers to the fashion and textile industry. Our innovative fibers address the need to preserve our planet while delivering on the desires of everyday consumers. Working together, Lensing is committed to making the right choices, investing in innovation, producing responsibly, and making sustainability a core value. This is what drives Lensing. P articles and generalize wash the need to prepare for the best of our customers. And if you want to prepare for a better world with us, you can easily explore the best of all the